俗话说,富贵不归故乡,如一锦夜行。朱元璋也不例外。 治政二十六年三月,朱元璋在哥哥忌日当天收到了来自前线的消息,明军把豪州从张氏城手里夺回来了。 豪州便是朱元璋的老家凤阳,豪州是凤阳在元朝的名字,凤阳这个名字是朱元璋后来又赶回去的。 安纳不住心中激动的朱元璋立刻安排回乡祭祖,这是他自治政十三年回乡招兵之后,时隔十三年,第一次再回故乡。 此时的朱元璋虽然还是吴王,但天下三分,已有其二,天下的局势。 也逐渐明朗,称帝之势,也已提上日程。 这次回乡是十打十的一锦还乡。 富贵之后的朱元璋是如何对待家乡百姓的,他们有没有跟着朱元璋享福。 他又是如何迎见老家凤阳的呢? 到了明末,凤阳传唱着一首歌谣,自从出了朱皇帝,十年到有九年荒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赏赐田地财物,免除赋税。 朱元璋回乡一看才知道,豪州经历多年战乱,村中一半的人都死了,还有不少人也逃走了。 他的故乡只剩下二十多户人家,这些故人见朱元璋做了吴王。 威风凛凛,纷纷下跪。 朱元璋设宴,招待了他们,与父老们艳影极欢,并分给每户人家二十两银子,两匹绸子,两匹棉布。 根据历史学家研究,在明朝,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,一年差不多要花二十两银子,而绸子和棉布在当时也是稀缺品。 朱元璋的赏赐,对于他的故乡人而言,算是一笔巨款了。 更重要的是,朱元璋还给这二十户人家,根据人口的多少,每户分了二十杠三十项田地。 在明朝,一寝地是一百亩,而明朝有百亩地,就已经是普通地主的入门水平了。 也就是说,朱元璋的这些老乡们,一下子就从普通的农民变成了富户地主。 朱元璋不仅给了老乡们钱财土地,还免了他们十年的赋税。 多年之后,已经当了皇帝的朱元璋,翻阅汉高地刘邦的传记,发现刘邦在当皇帝之后,是永久免除了老家人的赋税和摇曳。 一向是刘邦为榜样的朱元璋觉得,自己可不能被刘邦比下去了,他立刻就发布诏书,也要永久免除自己故乡凤阳以及临县临怀的赋税。 在诏书中,朱元璋还特地提到,这是受了刘邦的启发,西汉高皇帝丰先生。 配县长,厚得了天下,免其丰沛二县之民粮差。 当然,那时候的凤阳,已经不是当初只剩下二十多户的凤阳了,因此,朱元璋特地强调,他免除的是老凤阳人的赋税,后来新到凤阳的,没有这些特殊待遇。 毕竟,这是朱元璋对那些土生土长的老乡们的恩赏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朱元璋回到凤阳的时候,当初欺压过朱元璋,还不允许朱元璋安葬亲人的地主刘德尚在人世。 他想起往事,战战兢兢地跪在朱元璋面前,唯恐朱元璋翻旧账。 朱元璋却只是苦笑了一下,说,而知所为,一横情耳,不必问,无平时,而岂知今日为天子业。 意思是,你当年的所作所为,也只是人之常情,当时我贫困至此,你怎么知道我将来能当上天子呢? 他非但没有报复刘德,还赏给他三十请弟,免去他家今后的赋税。 刘德的待遇,和朱元璋的其他老乡,一模一样。 其中原因,大概一来是以朱元璋的身份,不必再和普通小民斤斤计较, 二来是感念于还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人已经所剩不多了吧。 立为灵护,世代优代。 朱元璋回乡,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,为父母改葬。 当年的朱元璋一穷二百,安葬父母,也非常草率。 如今的他,已经是吴王,登基称帝也在计划内了。 他要为父母另选一块风水宝地,建规格配得上皇帝血亲的灵源。 可是,他身边以博士官许存人和起居住官王一为首的大臣,却极力反对这件事。 他们对朱元璋说,您能有今日的成就,说明这里就是最好的风水宝地啊。 朱元璋一听,有道理,于是便没再改葬父母,而是就地加高了坟墓的风土。 从此,这里就是明朝皇帝的祖灵。 他还任命刘大和曹秀为守灵官。 刘大是刘继组的儿子。 当年朱元璋的父母和兄长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,正是刘继组慷慨地拿出一片土地,让朱元璋安葬了亲人。 曹秀是汪大娘的儿子。 当年凤阳遭荒,失去家人的朱元璋眼看要活不下去了,是汪大娘帮助朱元璋置办了一副礼品,送他去黄厥寺当了和尚。 朱元璋一锦还乡之时,这两个恩人都已经不在人世,朱元璋把这份恩情报答到了他们的祖孙后代身上。 后来,朱元璋正式称帝之后,任命刘大和曹秀为从侍郎,职责依然是守护凤阳老家的黄陵。 由于刘大的名字不雅,朱元璋还为他改名刘英,刘继组则被追封为议会侯。 曹秀的名字则被朱元璋改为汪文,这是因为汪大娘有三个儿子,既然曹家已经有人继承香火,那么朱元璋就让汪大娘的次子曹秀改了母姓以纪念汪大娘。 刘继组和汪大娘的牌位也被朱元璋安置在黄陵,世代享受黄室的香火。 此外,朱元璋还把老家这二十多户故人全部立为灵户,他们专门负责看守朱元璋的祖灵。 这算是给了他们一定的地位保障。 此外,皇家祭祖的贡品会赏赐给灵户,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经常可以吃到皇家食品。 朱元璋还给了他们一项特别优待,无贫富,接赐诸户付其家。 意思是,他们建房子的时候可以用只有官员才能用的红色。 另一项特别优待的是,历代皇帝建皇陵的时候都要把皇陵附近的坟墓迁走。 可是,朱元璋把自己父母之墓建成皇陵,其陵园范围内有很多老乡们的祖坟。 朱元璋特别下令说,这些祖坟非但不用迁走。 老乡们还可以随时进去祭祖。 朱元璋给老乡们的这些优待,无论是灵户还是特殊待遇,都是可以世世代代传承的。 这也就相当于朱元璋把老乡们的子子孙孙一起照顾到了。 请老乡到南京游玩。 由于在迎见凤阳的过程中发生过艳圣事件, 红58年之后的朱元璋再也没回过凤阳。 但是,朱元璋却非常想念凤阳的老乡们。 于是,红58年,58岁的朱元璋下令,把凤阳那二十多户老乡请到南京来做客。 他赏赐给老乡们每人一套御用的衣服, 把他们安置在外国使臣专用的使馆里休息。 待他们进宫之后,又摆了宴席,和他们闲话家常, 待他们参观皇宫。 老乡们离开南京回乡的时候,朱元璋又给他们赐钱,赐财物,和他们依依吸贬。 可惜,乡亲们有不少年纪都大了,此次南京之行, 虽然大开眼界,又收获满满, 但毕竟周车劳顿一些年老体衰的人,还是病倒了。 朱元璋听说之后,非常遗憾,只能下圣旨说, 凤阳亲历二十家,老的们路途遥远,江河雨雪不变,今后不必来了。 他在圣旨中还叮嘱老乡们,好好教育儿孙读书, 还特别恩准他们的儿孙在山中骑马打猎,以练习武艺。 这期间,饱含着朱元璋对老乡们的关切, 迎见凤阳。 大明开国之后,朱元璋把首都暂定在南京, 而他理想中的都城是凤阳。 大臣们一听,大为震惊,纷纷提出反对的理由, 毕竟,凤阳是一个贫穷,资源匮乏,交通不便,无险可守的地方。 朱元璋却一意孤行,下令从洪武二年开始迎见新都,好为中都。 据说,迎见凤阳的过程中出动了百万民工。 后来考古学家发现,凤阳中都遗址的占地面积比北京的故宫还大, 其遗留构建的质量则超过了原大都。 但是,朱元璋在中都建成之后,却没有迁都到凤阳。 明史记载,洪武八年,朱元璋到凤阳验收工程的时候, 发现迎见匠人的工匠工作太苦,工钱又太少,心怀不满, 于是对这座宫殿用了验生之术。 朱元璋虽然把这些匠人都杀了,但是也留下了心理阴影, 便废弃了这座宫殿,从此不再回凤阳,并开始为大明另寻新都。 不过,朱元璋虽然不再回凤阳,他对凤阳的建设, 却没有停止。 根据《明实录》记载,朱元璋曾经和大臣聊起过自己回到凤阳的所见所闻, 田野荒芜,由兵兴以来,人民死亡,或流洗他郡,不得已归乡里。 为了让家乡变得富裕起来,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 其一,大规模移民,洪武年间,朱元璋曾先后六次强行命令其他地方的民众, 移居凤阳,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洪武七年,从江南迁移来了十四万人。 其二,加强基础建设,朱元璋为家乡兴修水利,开辟一道,让凤阳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。 其三,特殊人群常住,朱元璋经常让自己的儿子在凤阳体验生活, 演武练兵,很多藩王在旧藩之前都在凤阳操练过好几年, 朱元璋还让淮西勋贵回凤阳养老,在凤阳建了无数公侯府。 这些措施,不仅让凤阳的人口变多,荒田得到开垦, 随着众多皇子和达官贵人们常住于此,地位也越来越重要。 凤阳很快就从一个贫苦之地,变成了一个附属繁华的地方。 史书如是记载,明朝前期的凤阳,居民愁密,商骨凑几。 明朝的祖先陵墓在此,皇子们在此,达官贵人们在此。 可以说,凤阳的总体发展和生活条件, 比起朱元璋当皇帝之前有了天壤之别。 而这一切,也让朱元璋挂念的老乡们从中受益,生活变得滋润起来。 纵然凤阳最终没能成为明朝的首都, 却也是一个地位非常特殊的地方。 自从出了朱皇帝,十年到有九年荒, 朱元璋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故乡变得附属繁华, 让老乡们过上好日子。 然而,凤阳的繁华却没能维持多久, 甚至没能坚持到明朝灭亡。 景泰年间,凤阳就开始有了流民大规模逃亡的记载。 冻以万计,成化年间又有江淮南北, 宁多流亡的记载。 万历年间,凤阳仅存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口。 明朝末年,凤阳流传着一首歌谣, 说凤阳,到凤阳,凤阳本是个好地方, 自从出了个朱皇帝,十年到有九年荒。 有名的凤阳花谷, 便是随着大批桃荒的人传遍大江南北。 朱元璋不是把凤阳建设得很好吗? 为什么凤阳还会衰败成这样? 这就要说回大臣们觉得凤阳不适合作为都城的原因了, 贫穷,资源匮乏。 朱元璋通过六次强制性移民。 为凤阳带来了几十万人口, 有人认为这些人的数量在二十至三十万间, 有人认为人数高达四十八万人。 资源匮乏的凤阳养不起这么多人。 凤阳的田地被过度开垦, 甚至开始毁林开荒, 为虎垦田。 这破坏了当地的生态, 动辄山泥俱下,洪水成灾, 而明朝的皇帝为了保护祖陵, 治水的时候又经常牺牲普通民众, 经常不顾民众而随意泄洪。 渐渐地, 凤阳的环境变得无比恶劣, 到了明末, 甚至十年九荒, 非汉则与十余年来无岁不灾, 无灾不中。 人们开始纷纷逃离凤阳, 自从出了个朱皇帝, 十年到有九年荒的歌谣也传遍了天下。 可以说, 朱元璋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建设家乡, 让老乡们过上更好的日子, 却由于过度开发, 导致凤阳在短暂的繁华之后变得更加贫瘠, 可以说是好心办成了坏事。 你觉得是不是呢? 一订阅, 一订阅, 一订阅是一年、 参照。 感谢观看